这都不是标准 标准是你用身体的力带起了你的胳膊 这是标准 有了这个关系 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对的 没有这个关系 位置再标准也是错的 大概拎到这儿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给一个移 给移的时候 我们看身体啊 我先说这个动作 先说这个动作 你们看身体拎起来之后 哎 好 看到我做了一个什么 手臂从上到下做了一个暗掌 是不是 暗掌的位置 我相信 但凡学过古典舞 这种什么暗掌三绑这种各种守卫 都是学过的 但是学了之后得有意义 而它的意义在哪呢 在变化的过程 不在这个位置 你这个位置摆得再准确又怎样 它不一定好看 不一定有用 我们看啊 刚才已经提起来了 大概在鞋上的位置 当我们移出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找一个关系 身体跟手臂的关系 打了个嗝不好意思啊 刚才喝了 喝了一下喝饱了 好 然后 身体在横向 看 整体在向右移动的时候 我的手臂给一个 关的 关的感觉 看 它不是画了个圈就按下来 如果你画了个圈按下来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 没有懒 他太勤快了 他自己画了一圈就勤 我们提起来把它带上去 而 这个 身体横向一动 手臂关回来 它是一种根部的交叉相合的感觉 看 根部的交叉相合 交叉相合在哪儿 先说手臂跟身体 那么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胸和肩的关系 有一个向 向里 关的感觉 找到这个 从外 走 关进来 从外 关进来 开 关 开 你们会发现 无论我开关 我的手指尖都是反向的留着 走 关 看 向里关的时候 我指尖留在外 开 关 开 关 好 找到这个关系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以关带落 什么叫以关带落呢 一般会说 手臂在上 按下来 是不是 按掌按下来 手腕下压 哎 其实不是的 以关带落 什么叫关呢 刚才是 哎 这是关 这是开 关 开这样的关系 以关 你们看啊 即便我的手不往下来 看啊 关着关着 关着关着 他朝不朝 下走 是不是就下来了 他应该是被你的关给带一大半 你可以下落 为什么 身体 有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很鲜明的从辰到乙 这是一个什么 旁移上升趋势 那么你从提到乙 是不是旁移成一个下降趋势 那么既然有下降趋势了 你的手该不该跟着 下落 所以你的下降趋势带出你手略微有下压的感觉 而不是想想啊 你这个动作不可能就哎 下降趋势不多吧 你不能带成 呱就手 那么大动作就下来 这是不符合我们审美 也是不符合古典舞技术的 它也不好看 来找一下 关关关关 哎 看 最后给点按压就够了 你的从这儿到这儿都是关进来的 最后给点按压 当你有按压的时候 就有了什么 有了流指尖 看 下落上流 这是按掌 记住 怎样形成的按掌 下落上流 而不是摆在某一个位置 它经过了按掌 甚至都不停的 你们看 经过了按掌 甚至都不停的 又变成了一个什么 铃腕 又经过了一个按掌 又经过了一个铃腕 这是提沉之间 身体对手臂的带动 是不是啊 提沉之间 身体对手臂的带动 你的铃腕不是 我就做一个铃腕 动作按掌 摆一个造型 是不是 好 我把那个链接 先给关了 因为确实 开着链接 它真的是影响流量 我先把它关了 一会儿你们想买了同学 放学了 没关系 time 放学 谢谢大家